這個可以分享嗎 可以 我跟我老公做一些事情 就真的比較不方便 對 他們就直接超大聲的 然後我女兒都沒有醒過來 很誇張 我看到一個結成球的 你就是用完 用過的 用過的 用過 你就是用完過的 用過的 用過的 從原本的12500 變成11500 好放鬆 他呢 有肩膀 他呢 兩句話就被我探出來 你們住一起 有一些房子就是一進去就有問題 所以你只要一進去 你頭感到雲泉 然後我覺得一定是跟風吹有關係 後來我就請了九位老師 九位 九個 不對 我一次請九位 你比我們大日門錄 算命單元還多 對 大日門可以在你家錄一次 我們僅封五個 大家好 我們是 房貸少年團 大同區 沒錯 就是因為我本身 我沒有那個開車 所以我一定要找那個 你知道最方便的地方 內湖 對 內湖區 然後全壯坪數32 但是我也有帶移車位 新店 44坪 我買那麼大 你家是 這個房貸是兩個人付還是一個 我一個人付 他呢 有肩膀 他是誰 肩膀去 就我付就好了 對 有肩 對 來…你們在歐什麼 真男人 兩句話就被我探出來 你們住一起來 沒有… 他也來借過廁所而已 就沒有 OK 對… 等會一衝到你家 就脫褲子 就脫褲子 有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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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這你家車庫 對 還有床 對 這裡有停一台車 有看到嗎 這邊有小台 就我喜歡把家裡弄的 就是有那種酒吧的那種氛圍 這樣很像樣瓶屋 很漂亮 因為我覺得 有些時候我們在創作 或寫腳本的時候 會很需要感覺跟氛圍 你會創作 創作的時候會需要感覺跟氛圍 因為小家庭 對 我小家庭 然後這個是我跟我老公呢 我奮鬥了23年來 第一間我跟他一起合買的房子 不行 其實我買不起真的太貴 真的很貴 對 然後我的圈賺 快4千萬 然後你裝潢1千萬 我裝潢1千萬 好 烏拉皮 對 夠蒙 剛剛看你裡面還要設佛堂 對… 我是整間都用個規格去做的這樣 好精緻 好精緻 因為我租的那個小套房 就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因為沒有對外窗 廁所那個濕氣也排不出去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節省的人 客服奈勞 對 然後你知道夏天 我也不喜歡吹冷氣 也不幹嘛的 謝謝 每次那個房東太太跟我收房座 他就會打開門 然後打開門就有一個熱氣 叫 熱氣 熱氣 我家的熱氣 然後他就在那邊 只是收個錢 他就開始冒汗 太熱了 太熱了 變成一萬一千五 為什麼 還可以這樣 因為 房東太太就每次都冒汗 說 你不要那麼辛苦 那我就是房… 房住就是便宜一點 你就拿來吹冷氣吧 哇 好房東 你知道嗎 就有一個共用的那個 我們的洗衣機是共用的 就那邊是帶我的衣服 不誇張 我看到一個結成球的保險套 結成球的 放在洗衣槽裡啊 對啊 就是我衣服拿出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球 但是我百分之百確認 不是我家的 那個是拆過的 用過的 手勢在幹嘛 用過的 手勢在幹嘛 用完就用完手勢 還有手勢 不要這麼勞煉 就是用過的 然後他可能在 因為我覺得 因為那個滾頭洗衣機 他可能就是前一個人 他可能不小心放進去 然後他就可能 卡在那個勾勾縫縫裡面 你知道嗎 然後我又把我的衣服 拿進去洗 然後後面他可能掉出來 就一球 真的 我們住天母住15年了 15年了 我們會買房子的動機 是因為為了小朋友 小朋友長大了 學區嗎 對 因為原本是我們的天母 我有一個二十幾坪的陽台 然後 對 這麼大 二十幾坪的陽台 但室內的話大概只有 室內兩坪 沒有 室內的話也大概二十坪 就比較小 那也不錯 對 因為我老公是 要有工作 音樂工作室 所以音樂工作室跟房間 就兩個房間而已 所以小朋友其實是都跟我們睡的 其實小朋友那時候 也大概五歲 六歲 我跟我老公做一些事情 就真的比較不方便 對 他們就直接 真的 我們 我們 親自一下 我們都 我跟你講 這個可以分享嗎 可以 超大聲的 然後我女兒都沒有醒過來 真的 會不會是裝睡 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裝睡吧 然後我跟我老公說 阿寶是裝睡 然後他就說 對 我覺得他是 然後我覺得我女兒一直在裝 很尷尬 那時候想說反而也 那時候 但那時候一直想說要買房 完全沒有投機款 真的 我是買預售屋 兩年前買的 那時候是兩年 看兩年 我前後總共看了100多間 而且我原本 看法很累 對 很累 然後我是從原本完全不懂房 一直看看 看到我現在一眼 我就知道這個東西我要不要 我就想說好 那我女兒那時候 就可能幫她報公力 結果公力一學期 加午餐費才5千多塊 她想要學黏土 想要學才藝 因為我會黏土 我就叫她黏土 然後唱歌就叫她唱歌 她想要學鋼琴 就老公鋼琴 想要學吉他就學吉他 她那時候看了100多間之後 發現說原來怎麼開始 慢慢可以存錢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滿奇妙的 然後就在短短快要一年內 就存到了 我跟我老公一起存到投機款 好像不是我們買房子 而是房子挑選了我 在等你 那時候就挑到了這一間 我們做這一行 會遇到很多酸民 對 做什麼就被檢舉什麼 然後就碎到不行 然後後來我就是想說 為什麼我們住了這麼多地方 這麼都很不順 然後我覺得一定是跟風水有關係 後來我就請了九位老師 九位 九位 對 我一次請九位 九位老師 毛三派 什麼通靈的 或者是佛教 就是各種星座老師都請這樣 三堂會神 對 全部都周中漢 你比我們大日門錄 算命單元還多 對 他們應該都可以在你家錄一句 我們僅封五個 然後老師跟我說 因為我去年 在去年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大的財會破掉 他說唯一化解的方法 就是你要買一間房子 就是把你的財庫守住 買房子也是破財 對 就是一個消災的那個 房檔災的 至少災 看房子就是一定要看到三次 三次 哪三次 一個是白天 有陽光的時候 一個是晚上 對 然後再一個是 下雨天 對 為什麼 下雨天 下雨天一定要看 露水 什麼的 鐵除漏水 還有一個是你的這個環境 你的順向風 你的 如果你是 如果你的那個窗戶 剛好開在那個 風來的那個順向的話 你那個下雨 我跟你講不得了 你隨便一點毛毛泥 你整個家裡面都會是濕的 然後你還要看那個 整個社區 跟你停車到的那個排水 它是不是做得好 我覺得問題最大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下雨天去看出問題了 怎麼了 因為我發現它的那個面向 那個位置是 雨是直接打進來 所以整個陽台 然後剛好是山 所以它整個陽台 全部都是森林飄過來的樹葉 落葉跟各種 蚊蟲要躲進來的地方 我就跟我朋友講到這個狀況 他就跟我說 你要去查一個地址 我說什麼地址 他說在那一區有順向坡 跟逆向坡的差別 然後 山邊 因為那一區 它畢竟是山 它不是平地 所以我查了那一區的 有一個區塊 剛好是在這個建案的 就是旁邊 它是有可能會有土石流危機 我對我還都想說 奇怪這麼好的方案 街上還提供你100萬 頭期100萬的優惠 怎麼可能這麼多空房 如果你買房 一定要上那個政府的地址 去查順向坡跟逆向坡 對 還有這個 這個行家 還要查那個用地 對 用地 要查 最近還要查那個土壤液化 對 土壤液化區 因為我查太多了 我查太多了